大家好我是小六 今天我来到河边这边 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鱼 今天我们试一下这个甩干 把它甩到对面那边去 看看有没有大货 成功 这个铃铛把它夹在这里 如果有鱼过来咬勾的话 它就会抱住 好了 这个是自动擀来的 等一下我把它调好 这个鱼过来咬勾呢 它会拉到这个 然后这个杆会自动起干 我先调好它 看 这里可以把它弄完下去 然后把这个弄好 等一下鱼过来咬勾的话 它就从这里拉 这里拉 拉的话它就拉动这个环 拉动这个环的话 这个东西就跳起来 然后这个杆就自动起杆了 好了我们等着鱼上钩 这下面好像种小鱼了 我估计也是种小鱼了 我估计也是种小鱼了 是吧 拉上来看一下 这下面估计是种小鱼了 我拉上来看一下 哇是吃小螺肺太小了这个 不过现在也开张了 是一个好的开始 这么小一条放了 走吧 哎 下面动了 真的上面动了一下 怎么又不动呢 来还有还有还有 可以了可以了 小鱼 小螺飞 太小了这些 这么小放了吧 走了 哇 又是小鱼啊 你怎么那么调皮呢 去把你家长叫过来 走吧 哇你看那边 白色 哎呀 很重啊 挺重啊 好了 好了 从尾来看一下呢 放下去那么久呢 就是刚刚放下去的时候 有点重点 不知道里面是不是种小鱼了 那尾来看一下 哎 勾地球呢 怎么去 太坑了 不知道怎么办 勾住了下面 好的一条 没办法了 没办法了 鸡肉来暴力了 估计也就断了那个鱼 展示一下这个自动肝 给大家看一下 下面的话 如果有鱼拉的话 这样一拉 它就会 这个肝它自己就起来了 收肝了 别又挂你了 下午一点我以为又挂你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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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呢 肚子也熟了 鱼也钓不到了 准备不去吃早饭喽 看看这一干还有没有鱼上去 又挂你了 不会吧 好的 那个 又挂你了 又挂你了 这两个鱼沟都报废了 没有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小六的关注一下 再见